好 第一环节的最后要来问问你 你今天来找的这个实习岗位是和哪些领域有关啊 是教育类或者是管理类 有没有异项企业 异项企业就是松鼠AI 那么你对实习的薪酬有期望吗 薪酬的话我在上面写的是四千 来 请我们的企业家根据求职者吴天龙刚刚的表现做出选择 祝贺你 吴天龙 知道这叫什么吧 知道 叫什么 大声说出来 是不是灯坏了 好 你还挺有幽默感 在第一环节的最后还考察出你另外一个特质很幽默 祝贺吴天龙成功进入到你今天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他要和大家进行一段演讲 我想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读书 开讲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小时候爱读书吗 在我的一次课堂上 我问我的学生说 你的梦想是什么 有的说我要去当一名老师 有的说我要去当一个工程师 还有一个孩子站起来说 老师 我不想去读书 我将来就想像爸爸一样去种地 要不然谁来生产粮食 当时我愣住了 我问他 你是认真的吗 他那眼神清澈又真诚 很坚定地告诉我说 是的 老师 假期回家 我到学校去拜访老师 老师提到 现在的孩子不想读书 想去当网红 因为他们不想再受学习的苦 我一时静无言以对 他们说的对好像又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梦想和职业 不只是孩子们 网上很多人都质疑说 读书无用 985毕业大学生不如兼并大妈月入三万 这也让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从小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他们没有很高的知识和文化 但是却总是和我说 你一定要读书 因为读书改变命运 我那时也不大懂 反正就是好好学习呗 后来也考上重点高中 成为了网友口中的985大学生 大学期间 我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 也到过很多城市 也走出过国门 我才发现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 是读书让我改变了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 也让我有机会来这个舞台上去分享我的故事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读书是为了让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一份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而不是被迫谋生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你一定要相信读书 改变命运 这个世界并不和平 庆幸我们生在这个有温度 而且非常安全的国家 这个世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较量 更是先进技术的较量 中国神舟飞天 嫦娥奔月 蛟龙入海 还有刚刚的祝荣号着陆火星 这些成就令我们振奋 核心技术不是别人赐予的 大国重器 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需要顶尖人才去攻坚克南 而我们青年 便是接过这接力棒之人 当然 我并不反对任何大大小小的梦想 如果你成为不了这些改变中国 改变世界的人 那就选择成为一名平凡但不平庸的人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农民 那就学习先进技术去种植粮食 选好每一粒种子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工程师 那就用匠心去锻造精密部件 装配大国重器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去回应周总理对我们的期盼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谢谢大家 我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演讲了 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 从年轻人的嘴里说出来周总理的那句话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现在生活好了 家里的条件越来越好了 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祖国强大了 我是不是可以享受幸福的生活不需要努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的国家需要年轻人 而年轻人需要信仰 年轻人需要有责任感 不仅是对家庭 不仅是对伴侣 更要对这个国家 更要对这个民族有责任感 加油小伙子 加油你特别棒 刚才他演讲的这几分钟 好像突然把我们从这个商业社会 从我们的这个无数繁忙的这种 生活环境里面拽回来了 我们重新听一听说 我们当年是不是也有梦想 是不是就像他口中说 我们也想改变世界 所以其实在这个无限忙碌的 这个商业社会里面 其实这三分钟对我来讲 其实也过得非常有价值 我觉得 其实我们台上的商业嘉宾 也是知识的受益者 我们也曾几何时像你一样 因为我们学习过 热爱过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机会坐在这里 但是我们很久没听到 能把我们带回到 当初创立企业那个初心 当初学习后报效一番誓言的那个决心 所以我挺感谢你 谢谢 在天龙这段演说里面 我们真正地感受到了教育的义 即使有一部分学生或者家长 现在爱学习 但他为的是什么 功利性 为了是自己 未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对吧 多挣点钱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 我们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读书 国运就是靠我们每一个公民 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改变 没错 真的 我们觉得 你又把我们拉回了教育的本质和初心 这个孩子体学兼优 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为教育这个行业所生的 我想说的是我在给很多学师范这个专业的大学生做辅导的时候 很多人放弃了当老师 觉得当老师太辛苦了 收入有限 而且要付出很多生命时间去陪伴孩子 甚至让自己未来也不一定有那么完美的商业价值 但是你今天的所有的表现 让我觉得真的是好久没有看过这么优秀的 好成绩 好能力 好人品 心灵又那么干净 我想这个就回到周总感动我们的地方说的是 我热爱不要做教育 但是你不是教育专业 可是你把它做得那么好 我非常尊敬你 谢谢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来找的这份意向岗位 实习岗位和教育有关的 对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你的 你眼里有光 你心里有信仰